今天是政府舉行第一次行政會議 我利用今天的機會和三位司長 以及十六位非官首的行政會議員和大家見面 行政會議的成員是對行政長官作出決策的時候提供意見的 我非常感謝十六位非官首議員 他接受我的邀請成為行政會議的成員 他們都來自不同的背景 有豐富的經驗 去幫助我做決定是很重要的 我亦都非常感謝葉劉淑儀女士 他接受我的邀請去出任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我在房屋方面是大家都關心的 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在競選的政綱裡面 其中一個綱領是專題是講房屋供應 我去提及這個問題 是正正是告訴社會聽 我是非常重視房屋問題 而房屋問題我們大家都知道是多年困擾著香港 每一屆政府都是很努力去希望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會和我的團隊全力以赴去解決這問題 但亦都會很務實地知道這個問題是涉及很多深層次的問題 亦都有很多是因為程序或者法律 又或者實際的情況是需要長時間才可以解決到的 所以在房屋供應是會有一些短、中、長、需要處理的問題 如果在短期可以處理到的 當然我們可以盡快處理 所以我是成立兩個工作組在政綱裡面已經提及了 一個是針對公營房屋的 這個組是以行動為目標的 亦都會在100天去交代給我們看第一份報告 而另外一個工作組是講統籌 統籌是講土地由生地變屬地由屬地之後建房屋 整個流程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整個流程很多時候是超過10年 有些是更長的 我很相信經過我們全體的人員努力 將速度、量和效去提升 是會解決到一部份的問題